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的是 编辑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问题是海洋大学应用经济所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我们大概说一下 XY X跟Y的话呢 各自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它的这个Joint 它的这个联合几率密度函数 是这样定义的 我们发现这边是一个K 那么第一个问题 它说它不知道的这个parameter是什么呢 是K是多少 它要我们算K 那么各位同学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 几率密度函数 如果说我们把它整个范围把它积分起来的话 这个整体来说应该是1 所以我们这个K是一定是一个值 那么我们就先做A好了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都在0跟1之间 所以我们先画一下 0跟1之间我们就不需要画 2、3、4项线了 这边是叫做1 这边叫做0 这边叫做1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边X是要注意的 它不是各自到01之间 它是X小于等于Y 所以这边有一个X等于Y的这条线 X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呢 那么我们发现X是比Y要来的小的 所以是在这一块 这边是X轴 这是Y轴 所以我们的范围并不是一个正方形 它是一个三角形 这一块 这个坐标是E 那么这条线叫做X等于Y 就是它这边所接受的范围 K是在这个上面 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是0 那么要注意这一块 好 那现在我们的范围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计算这个K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积分 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联合几率分配 它是双变数的 所以我们试试从积分 来 这个函数是什么 叫做K 好 DX DY 现在我们来教各位同学怎么做呢 这个重积分 在这个范围 请问Y的范围在哪里 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外面是数字 所以这边写的是0到1 现在再来看X内层的部分 X的范围 X的范围是极左到极右 是这边到这边 X的范围极到极啊 0到这边的话 都千万不要写1 因为它是一个变数 所以是X等于0到X等于Y 所以X等于0到X等于Y 那么这部分 我们把它积分起来 来 我们先从里面积分 从里面积分 来 看一下啊 0到1 对X积分的话来说 是KX 范围由0到Y 外面还有个DY 再过来 我们把Y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这变成什么 这变成了KY 那么再继续缩下去 这个地方 K跟Y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照写 这边Y就变成了 2分之1Y平方 来 范围0到1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是2分之K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积分应该要几 应该要1 所以本题的K是几呢 我们就算出来了 K是几 K是等于2 算完了第一部分 我们就可以算第二部分了 这是2 它说 题目是说 我们希望找 marginal的 density function x的function 还有y的function 顺便我们可以去讨论 讨论什么呢 whether or not 是什么呢 xy是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数 那么这部分 我们先把x的几率密度函数 先算出来好了 这部分 来我们看第二部分 x的几率密度函数 其实就是 我们直接对这个fxy 集一圈 集谁呢 集y的部分 这是2 我们找到了 对于y来说 y跑一圈 y是几 y的范围 是由 来我们看这个y y是什么 y的范围可不能直接写0到1 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y的范围是x到1 这边叫做y等于x 所以是y是x 这边是y等于1 没问题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2y 然后再积分下去就变成了 x到1 所以这里是2 减掉2x 来我们再看看y的部分 y的边际密度函数 现在也是2 这里是对x来积分 请问x的范围是几到几呢 我们再从这里看 x是自几左到右 x等于0到x等于几 y 所以这个很简单 2对x来积分的话 就是2x 0到y 所以这里是2y 这个都算好了 这边我们解决了 它的边际的几率密度函数 各自算出来了 那么现在问的是什么 它是不是相互独立 那么很简单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几 这是2 刚刚题目写出来了 那么这两个呢 相不相等 不一样 这两个相成以后 并不是 能不能拉开来 不能拉开来 所以 它是不是 independent的呢 它是不是相互独立呢 它说 不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的话呢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 x跟y 它不是相互独立的 一个随机变数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了 我们看得出来了 谢谢大家